Hello YouTube的手機是K思丁 今天我們要玩干貝 我們要來製作哥登在地獄廚房裡面 一道非常經典的干貝前菜 西芹蘋果干貝 干貝這個前菜真的在地獄廚房裡面 是一個經典到不行的菜 因為很多很多的參賽者都會在這邊搞砸 為什麼干貝這麼難煎呢 不就只是煎完之後翻面而已嗎 我們今天就要來看看 到底為什麼會讓參賽者這麼頭大 這邊就是我們今天要用到的食材 干貝、核桃、西芹、蘋果、石螺 紅蘿蔔蘋果泥、檸檬、美乃滋 我們用的核桃是糖漬核桃 我是用糖、蘋果醋、水、鹽、丁香 把核桃煮過後裹上一層糖衣 再放到烤箱、烤脆、烤香 看起來是普通的核桃 其實它也是蠻費工夫的 紅蘿蔔蘋果泥的做法是 把蘋果放進紅蘿蔔蘋果汁 加點鹽巴跟糖調味 慢慢收汁收汁收軟 再把它放進攪拌機把它打碎打成泥狀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先做前置準備 首先呢我們要來製作它的美乃滋醬 可以給這個干貝呢 有一點點清爽清香的味道 石螺是非常適合搭配海鮮的香草類 不管是鮭魚 一般的魚類都是很適合 我們一般在台灣買到的美乃滋都比較甜 所以為了要比較符合美式的風味 我們會加一點酸 所以我就用檸檬跟檸檬皮去 讓它的整個酸度再提高 現在我們要把蘋果跟西芹切成同樣大小的丁狀 不能太大不然會影響口感 西芹一定要先削皮 把外面生硬的那層去掉 這道菜呢非常力求工整 所以我們蘋果的這些邊邊角角都要去得乾淨 所以我們要是一口吃的 我們要把蘋果的調味道 然後把蘋果的調味道 然後再加上菜 很投放進去一口 然後再加上菜 我們要把蘋果的調味道 然後再加上菜 然後再加上菜 加上菜 然後再加上菜 我們要來的青菜 這是一口水 加上菜 是因為蒋果的 大小的調味道 来到我们今天的主角干贝 干贝要煎得好吃有些小技巧 首先你的温度一定要够高 在地狱厨房最容易被戈登痛骂的就是 你的温度不够高颜色没出来 戈登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 但是参赛者在那种高压的环境下 就很容易锅子不够烫 煎出来的干贝就像橡胶一样 我在网络上搜寻的时候有找到一个 地狱厨房的家常版片段 副厨们在教参赛者怎么样煎出好吃的干贝 首先戈登他在创作这道料理的时候 为了要加快出餐的速度 所以他是把这一整块干贝一分为二 这就会加大烹调时的难度 因为如果他越薄你的火候就要掌控的越好 不然很容易就老掉了 Christina有提到煎干贝的时候 斑面一分半翻面30秒 他说这个非常的重要 那很多参赛者就是在这边 因为极度高张力的状况下 很容易没有算准时间 所以我们现在呢 在没有高张力压力的状况下 我们先来处理干贝 大家很容易犯的错就是 想要一直去翻它 它就会越来越湿越来越湿 就会完全没有办法上色 制作干贝的时候锅子要够烫 在下锅之前 至少锅子要加热超过一分到一分半钟 在地狱厨房 他们习惯放在手上调味 这样可以比较均匀的撒到 同时调味完就直接下锅煎 一方面是保持它的水分 另外一方面才不会煎不上色 好 先 盐巴 好 先 盐巴 好 先 盐巴 盐沙 盐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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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我们这一次做的干贝前菜 这跟我之前在地狱厨房吃到的 有一点点地不一样 非常兴奋 看看是味道到底如何 當然沒有在地獄廚房知道的好吃啦 還OK 我覺得還不錯啊 蘋果西芹跟干貝這三者之間的搭配 味道上是很和諧的 那你可以再增加一點點的堅果 增加它的口感 兩種醬汁又可以增加它的複雜度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完整的概念 重點是剛才煎的干貝口感如何 我覺得我大概就是做到 六七十分吧 翻面之後那個時間點 可能要再抓的再更短一點點 就是繼續練習 因為這真的沒有到那麼容易 通常參賽者在出餐的過程當中 必須要一心多用 你一個不小心干貝就容易煎過頭 或者是就開始出水 那這都會影響到最後的品質 以上就是我們這次挑戰了 地獄廚房戈登招牌的干貝前菜 也分享了很多煎干貝的技巧 各位朋友如果想看到我挑戰 哪一道地獄廚房料理 歡迎你們在下面留言 我是柯里芯丁 喜歡影片請按讚分享跟訂閱頻道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